盘锦市以习近平总收集规划的新时代东北振兴路线图为引领 毫不动摇地支持国资国企做强做大做优 支持民营企业壮大和产业发展 全方位与金融机构开展合作 为企业打造优良的金融营商环境 近日盘锦市产融供需对接会吸引了各类产业链企业147家 和22个域外金融机构 16个域内金融机构 达成合作意向660亿元 其中有4家银行与5家企业签署合作协议456亿元 这次产融对接会给了我们一个和金融机构深入合作的机会 我们也成功地获得了3亿元的流动资金贷款 我们希望通过这笔资金的注入 能为企业缓解流动资金紧张的问题 助推企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此次产融供需对接活动是盘锦市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 和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系列举措之一 为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 盘锦市在国民共进构进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同时 不遗余力地优化营商环境 通过综合窗口建设让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路 为企业家和百姓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引导金融活水更好的浇灌盘锦实体经济 畅通金融进入实体经济渠道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推动产融合作试点式建设 盘锦市近日还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做活做宽做好民营经济的相关政策 和关于进一步做活做宽做好民营经济的实施意见 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本台驻盘锦记者报道